因为国境封锁的关系 当然国旅就很夯了 很多民众转战离岛来假装出国的感觉 其实观众有人乔开灌进去澎湖 当地业者就说吃不烧了 不只租车店根本没有车可以再租人了 吃早餐要等上一个半小时 路上的停车位是一位难求 到处都是乱停的状况 跟有很多当地人说很无奈 因为到了市场买不到鱼 拖着行李陆陆续续走下船 马公港游客多到满出来 国境封锁民众转战离岛累出国 15号马公航空站近战人数破纪录 创下一万五千多人性高 港口大街小吃店放眼望去都是人 疫情趋缓交通部安律补助跟着上路 国旅人潮倒灌澎湖 大爆满就好像是报复性理由 这个不是好现象 太多了客人太多了 当地业者虽然大转观光彩 但是人潮真的太多 实在吃不消 游客天天上门要租车 店里70辆也早就租满 就算想再添购几辆新车 也得再等等 澎湖业者一口同声 因为观光资源快要浩劫 游客超出岛屿承载量 旅游品质跟着下滑 就连当地居民也跟着着央 澎湖丰富的海鲜资源见底 早餐店得饿着肚子排上一个半钟头 暑假档期才刚开始 前两周的游客量就比去年同期增加6000元 街上人车到处都是交通事故 一键接一键 游客炸锅过量的用水用电也成为隐忧 业者居民也判政府暂缓行销 鼓励游客分流 记者林敬彤 曹天采访报道 从前辈有我和你 从前辈 从前辈